四月份才跟我联系,五月份才跟我联系 联系以后,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律师也是非常冷静的 如果是炒作的律师拿到这个案子 哦,刘三田找我了,我们要关人民的名义了 我们一下子全国出名了,我们没有 我们仅整整等待了五个月 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反向审查 对刘三田指控人民的名义,剽窃他的作品 我们进行反向审查 仔细读了两个作品 电视剧我全部看了 小说我组织了四个律师 专门把周梅森的小说也看了 把刘三田的小说也看了 反复比对,然后我们进行调查 然后进行所有的问题的 至少看了十来次演讨会 我们是仔细研究 最后我们才写出了七叔叔 我们接受了他的委托 然后一直在十九大之前 我们实际上就塑导法院 法院一直就没有受 因为随着他以后 才法院受了以后 我们非常有限度地向社会透露了 人民的民意当被告 爱乡才是原作者 而且我没有发表任何的谈话 刘三田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谈话 就把起诉书的内容向社会进行了补补 所以被告这一方 作为他当了被告心理肯定不高兴 肯定非常愤怒 假如他自己认为真正是冤枉的话 他会愤怒 我们也可以理解他 在另一方面有些话讲的是不辞太多当的 一个是说碰瓷 还有一个说了更伤心的什么 说刘三田是习作者 这个里面就是我要不多展开来讲 就明显是说我是大牌 你是小的 你的权力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种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 尊重法律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讲碰瓷的词非常可笑 谁碰谁的词 人家六年前就发表的小说 是正式出百物 人家有版权的 所以这里面可能他还没有了解情况 他了解以后 他一定会有更加冷静的想法 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想跟陈主任再探讨 就是这个刘三田女士的话 刚才也讲到 说是他这个小说 跟人民的名义的话 在演播的时候 他听的时候 他认为有多处的故事桥段是相似的 故事桥段是相似的 那么什么是桥段呢 我们查一查 可能更多是比较经典的 或者流行的电影的一种表现手段 或者说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产权 或者著作权里头的 对于一种表现形式相同 或相类似的东西 可以不可以说是他的奇事 他这样的 不保护思想 我觉得呢 比如说 蒙太奇 这样一种表现手段 那么大家用了蒙太奇这种手段 演绎了各种各样的电影 演绎了各种各样的电影 那么不能说是 我们的电影就是 他讲的桥段 那跟蒙太奇的创造方法不一样 创造方法 那就是电影镜头的剪接 这个音画的组合 这种蒙太奇手法 这个的所有电影都可以用 还有我们这个桥段是什么呢 这个情节是他独有的 情节的切入点 情节的演绎 故事情节的发展 人物里面的思想 人物里面的行为 它是有具体的表现的 具体的表现 像比如说大工厂爆炸 里面有汽油库 工人闹事 市委书记道场 市长道场 这一些情节 六年前人家这么写的 你这个情节也是这么写的 而你又没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是一个 这种情节来同可以理解 如果有N个情节 很多的情节 甚至独有的情节都来同 就可以看到它的抄袭 或者是表现 但如果人家说想到一块去了 想到一块去了 想到一块去了 所以说速度同归是有的 但不可能 一个两个速度同归会有的 不可能十个二十个 甚至 刘太迪刚才已经讲了 这本书翻出来 任何一页 都能够在人民名义的 整个电视剧里能够找到 找到它的印象 甚至他说了 某一个情节 你把人民的名义声音关掉 读它这本小说 完全跟它的情节可以混合起来 那么这里面的吻合度 它其实不是一般般的吻合度 就是这本小说里面的 很多的情节 都是互相重复的 所以这些里面 因为我今天 刚才张教授讲得很对 还是一方的观点 所以我们也不想把它 展示柳山铁这一方的意见太多